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11号 农历假成年3月初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马英九反台发表谈话 强调主要有九二共识 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 本网发表两快评 青年交流为两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增添蓬勃活力 朱立伦表态 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 洪秀柱表示 带领台青增进对国家的认识 是汉会两岸和平者应尽之责 假成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隆重举行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0号下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马英九4月11号反台后表示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绝而共识 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 4月1号至11号 马英九率台湾青年到广东 陕西北京等地寻根交流 马英九反台后表示 这次访问大陆11天 让台湾的年轻人深刻了解中华历史文化 认识到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他希望台湾的年轻人抛开意识形态 认识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与文化连结 不是政治能切得开 更重要的是 两岸的中国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 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 本网今天发表两块评 青年交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增添蓬勃火力 文章指出 青年建负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未来 也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 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中 青年的交流必不可少 4月1号至11号 马银九率20位台湾青年 到广东 陕西 北京等地寻根交流 除了纪组寻根了解大陆发展外 马银九此行还有一个重要出发点 那就是推动两岸青年交流 两岸青年同受中华文化滋养补育 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 两岸青年年龄相仿志取相投 有着相似的学习与生活经历 交流中青年之间自然有聊不完的话题 在广东前来参访的台湾学子 与中山大学学生面对面热烈交流 互相分享思考与感悟 在北京 台湾青年与北大学子 进行跨越海峡的青春对话 叙旧化新 两岸青年敞开心扉 聊学习生活 谈成长历程 这样的交流不仅增进了 两岸青年的了解和认识 也拉近了彼此心灵的距离 让他们建立其深厚的情谊 这样的深入交流 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添新生力量 注入青春活力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10号在中常会上表示 在国际社会中 不管是反对台独 还是不支持台独 都已经是共识 中国国民党更是坚决地反对台独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0号下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会见开始前 朱立伦在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上表达祝福 希望顺利成功 他也相信这是推动两岸和平交流非常重要的一步 朱立伦表示 根据党章党纲推动两岸务实交流 让两岸能创造和平环境 共创双赢 这是中国国民党一贯的路线 他表示接下来的海峡论坛 两岸青年论坛会请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连胜文带团参加 希望共同继续秉持这样的原则 推动两岸稳健务实 共创双赢的交流 朱立伦说 这段期间民进党持续反中抗中 恶意放话抹红中国国民党 甚至透过媒体放出很多不实消息 其目的很清楚 就是破坏两岸交流 他要再一次的正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520之后两岸要交物还是要交流 要对抗还是要对话 要双输还是要双赢 在民进党一念之间 如果民进党还想推动台独 用各种方式创造台独的环境 只会让台湾民众受害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红秀柱10号表示 带领台湾青年增进对自己国家与同胞的认识 是捍卫两岸和平者应尽的责任 红秀柱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 马英九在参访大陆期间 每当谈及为中国奋斗牺牲的人与事实 总是情不自禁的哽咽动容 展现出对民族的热忱 他提到 马英九此行相关报道中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是那位亲历卢沟桥事变的郑弗莱老先生 他说 郑老的故事让他联想到抗战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集体记忆 若他当时能与郑老对话 可能会不自觉痛哭流涕 红秀柱透露 他将在7月率领近200位台湾青年赴浙江参访 并与大陆青年共同生活数日 期盼两岸青年透过深入接触 让两岸紧密连结 而非对立对抗 他呼吁 两岸有志推动青年交流的团体与个人 都应思考交流的目的在于打造连结 而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情感是难以取代的 两岸绝不能陷入戎马相见的窘境 对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0号下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红秀柱说 这让关心两岸问题的人士 感受到原本紧张的情势有所舒缓 并将未来托付在青年身上 以同属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为基础 以复兴中华为共同目标 予以百分之百的肯定与赞扬 最后再来看一条荣荣关系列新闻快讯 春光作序万物和明 4月11号农历三月初三 假成年皇帝故里败祖大典 在郑州新政皇帝故里隆重举行 海内外炎黄子孙将目光再次聚焦皇帝故里 共败十祖轩辕皇帝 祈福祖国繁荣昌盛 祝愿世界和平和睦 540名来自祖国各地和海外的爱国人士 组成六大败祖队伍 大家整肃衣冠 佩戴皇帝丝巾 进寻根门 经细祖坛 上轩辕桥 过顾礼祠 观甲骨碑林方柱高举 赶杜林方鼎王者风范 听青铜鞭中古音缭绕 缓步来到败祖广场 端详两侧连郎浮雕 赶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渊远流长 今年大典主题仍为 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和睦和谐 主要有九项议程 分别是盛世礼炮 敬献花篮 敬首上香 共败十足 攻读拜文 高唱颂歌 乐舞敬拜 祈福中华 天地人和 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 假成年皇帝顾礼拜祖大典典礼告成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